骗子都是,心理学大师,我们为什么会受骗?诈骗行为十分常见,它对人们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受害者除了损失钱财,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打击。陷入自我怀疑和懊悔痛苦的情绪中,因此每个国家现在正不遗余力地推广反诈骗,呼吁更多的人能提高警惕防骗防诈,维护自身利益。 我想,应该没有人能派凶口说,自己从来没有上当受骗过,将来也绝对不会受骗。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被诈骗钱财当时头脑一热便掏了钱给骗子,幸好损失不多,但却让我不得不深深地反思。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受骗?为什么骗子的骗术无论多简单跌脚但总是能得逞? 为什么在人们提高了警惕甚至还有旁人提醒的情况下仍然会掉进骗局中? 大概因为我们是人,必然有着许多人性的弱点。 而骗子正在